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今天晚上 莉菱大贏家購車事務委託所 今天我們正式對外來服務了喔 今天我們委託人說要換車 帶來是他家裡頭的這一台車 他是1997年的March March當然不只是March啦 但是裡面承載的空間對他而言現在有限 所以因此他想要換大一點點的車員 因此我們今天出動了我們幾位中古車好朋友 幫我們找來厲害的車款 來瞧瞧哪些車子呢 首先第一台車 他是Master 5 2012新馬五微笑版 幸福移動城堡 幸福移動城堡都來了 另外一台更厲害 這台是歐系的品味喔 這台是Volvo的V50 2011年的Volvo V50 我剛剛聽到城堡兩個字 在我們Volvo的面前 那個只能算是宿舍而已 這麼嗆是不是 那到底今天有沒有可能會賀成交呢 還有他原本這台車心裡頭滿滿愛 最後能夠賣到什麼樣的價錢呢 今天好好研究一下囉 歡迎加入我們的達人好朋友們 首先有請我們總編輯 楊希瑯 Eddy 以及來自台中 我們中古車商好朋友小河 還有舌菜蓮花兩位 小獅 小賀 再來我們用熱情掌聲歡迎今天委託人 李先生 歡迎大家 好 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你要買中古車嗎 要買賣中古車的時候其實很多美感 我們都說一車一況 今天讓大家稍微做個參考 現在看這幾台車都還挺OK的 SPA Lite 大家去看起來漂亮漂亮 但是重點就要看車子裡面 到底有沒有出什麼狀況 或者是曾經有遇過什麼樣的事情 這車價不是隨便喊了算 還有你自己的車要沽 通常會問很多車行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看大家如果要買賣中古車 其實心裡頭也有時候會毛毛的對不對 有個調查告訴我們 大家擔心的事情其實蠻類似的喔 像這個是大概73%以內的這個 中古車的預算網友統計起來 都在50萬以內 最長的這幾條 四 三條 那我覺得啊 大家買中古車最怕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第一個 剛剛那個盈婷講的 SPA Lite打下去 看起來好漂亮喔 真實車況與網路上敘述的不一致 有沒有 現在拍照都要用美膚了對不對 所以車子再稍微給他調一下顏色 你在網路上看到漂漂亮亮的照片 你擔心到現場看到 不是這樣 現出原型喔 甚至有一些隱性的一些狀況 都沒有告知你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跟中古車商啊 擔心產生交易的糾紛 也有高達16.5% 因為畢竟我也不認識你 你也不認識我 品水相逢付了錢 整支你對我好不好 對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你看了中古車結果 到了現場 什麼都看不到 空氣車 假的刊登出來假的廣告 這個也有10%左右 再來一個也是 一個就是實車的價格 比網路的報價還高 你看到這台車30萬到現場 他說30萬是這個自備款的部分 有可能你還要再多拿20萬 才是這個貸款 太麻 對 它玩一個文字的遊戲 先用廣告效果吸引你前往去看車這樣子 大家買50萬以內車子的目的 大部分都是代步 對 所以現在50萬是這個 臺灣找二手車 對 最熱門的急劇 以價格來說 就是在50萬之內 然後去找到CP值最高 最適合自己空間啊 省油經濟性 最符合自己使用的車 會在50萬以內 是最大宗的 對 我們今天就李先生在現場 OK 李先生 你自己挑車 你現在想換車嗎 你的方向是什麼 你的需求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這個小車 我已經開了蠻多年的 那我現在是想要換一台 現在除了SU禮拜 可能要即將最夯的 這個旅行車的款式 你想換旅行車 你是有偏好什麼樣的品牌嗎 還是什麼樣的方向 品牌不見得有偏好 但是就持有成本來說 我覺得我的預算大概 只能日系的對我來說 可能是比較平易近人的 日系的 也就是你可能價格要落在 60還是50 大概就像剛剛小時哥說的 我大概抓50萬左右吧 因為剛好一個整數 然後我們可能還要留點錢修車 因為畢竟中古車嘛 你也不知道上一手 是怎麼對待他的 不要看OK 李先生 試試我們 剛剛在檯面下跟我說 我告訴你 我做很多功課了 車子可以估多少錢 我可以買多少錢 車子有什麼狀況 他通通知道 所以這一集人 我們在對內容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讓他知道 等一下看他怎麼出球 不是 要看他有沒有發揮他的 真正的做的功課 那我們一開始先來看 既然他都說他希望是日系旅行車 小赫 你今天早晚有 雖然日系是對的 但是算休旅 你怎麼找這台 我主要推薦這台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屬於5加2的七人座 那因為它是要升級為大車 它也即將會 依他年紀來講 即將要步入婚姻之類的 將來會有小朋友 那因為我看到這部車 他也使用蠻久的時間 我就把它列為是 他是使用比較長期 不是常在換車的 對 不是常換車的一個客群 所以對馬5來講 他是一勞永逸 馬5喔 馬5因為你也 如果不小心 小孩生比較多的話 是不太需要再換的 好不好 因為你這台Match都已經開二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現在馬5這樣往後算 也要讓你能夠開二十幾年 那這二十幾年來 會生幾個小孩 我不知道 小獅你給他找這一台 歐系的 第一年的VOVO OK 你這台車開幾年 今年它是1997年到現在是22年 但我入手它的時候是 它十五歲的時候 十五歲 那也快七年 七年以上 八年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可以開Match 開到這麼長久的時間 你的下一台車必須是歐洲車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存到足夠的錢 它的人生將要進階了 然後不要這麼早 買這個日系的旅行車 因為你還沒有 還不能放棄自己的人生 好不好 什麼意思 講話好閒喔 再來 給自己的人生再多一點點熱情 對 所以我推薦給他V50這個車 就是要比較熱情一點 其實不管是休旅或旅行車 因為它都說空間要變大 這兩個 某個程度上方向是對的對不對 小豪哥 如果說很多人在要休旅車 想說那我到底要旅行車好了 還是休旅車好 其實這個差異會很大嗎 兩個的話 在使用性上 一般的消費者還是會選擇 休旅車的部分 他不管在乘車空間 或者是後座的載貨空間 一定會比旅行車大 可是因為早期 我們的選擇性旅行車不多 因為早期台灣的可能看旅行車 其實大家一個觀念是 你幹嘛買一台貨車 因為看越不順眼 對所以那時候車長引進的 並不是太多 對那以車格來講的話 休旅車當然後面比較能裝吧 以休旅車後面的空間 那旅行車會再低一點點 是不是有這差異 補充一下我們那個委託人 李先生他其實 因為我們在這個世代 其實旅行車很夯 但是我們以這個價位開出去 就是說我們要找旅行車 其實不容易的原因就是 剛剛小何有講過嘛 那個時候符合這個價 可能符合這個價格代的日系車 其實比較少進旅行車 要不就太老 可能剩10萬20萬 但車零可能要到10年以上 要不就太新 他車價還能落入到50萬的範圍內 所以這是一個邏輯 那現場的是MPV 無論MPV或SUV 他的後行李箱的高度都比較高 所以可以裝比較多的東西 但是旅行車的好處是 他可以打平 他用這個後座打平的長度來裝東西 所以還有一些機械式車位 其實你如果有機械式車位 你的這個SUV或者是這個MPV 旅行車 就修旅車的方面 他可能進機械車位有困難 他就會選擇旅行車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方向 就是其實底盤的高低也會有差 然後如果你需要一點越野性的話 其實你在選車上就會有差 因為我家的車位是機械車位 所以說我上面剛好有一個條 那我不確定說說那個高度不見得是可以開得進去 然後加上說因為也開習慣這種小車子房車了 那對於SUV我們公司是有一台 那我開有的時候公務車開出去 覺得好像重心比較高還是開得不習慣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還想選一下這個旅行車可能空間 對我來說是比較合適的 對我們先來看小賀帶來這一台好不好 馬五大家來早餐一起早餐 我們看看這台車的狀況囉 以車況來講 當然SPA Lite打就漂亮 就打了沒機了對不對 所以你說他有微笑感啊 或是搭載幸福 對啦因為上一任車主還在開嘛 你看他其實是有去露營的對不對 對他有露營的功能 有放車頂帳這些 對沒錯啊上面都車頂架是加裝的 然後他們如果露營的話 上面都放了很多露營的配備之類的 因為如果坐到後座 如果打開第三排座椅的話 他後座的行李空間會比較小 所以變成說他們很多在馬五的車友 在上面都加裝了一個車頂架 來放更多的東西 不管是露營的設備啊 還是外出旅遊的桌椅之類等等的 這有中你嗎李先生 他有車頂架喔 他本來就處理好的喔 車頂架是方便 可是還是考慮到說 因為我是機械車位 上面有的時候 不知道這個上不下去 對如果他要買 不然我可能要自己拆掉 那我們再看看車子的細節囉 好不好 外觀沒有什麼明顯的口中 我們順著看就知道了 車況看起來是漂亮的 電動滑門喔 電動滑門在現在來講 其實如果以後有小孩的話 他會很方便 而且相對安全一點對不對 而且目前電動滑門的車款 越來越少 尤其是像馬五停產之後 後面幾乎剩下Cienta 再來就已經沒有 以日系車來講 沒有電滑這個 這項配備的 那再來七人座的車 在市場上說的 以日系來講也越來越少 也真的好像只剩Cienta 對還有Odyssey 可是Odyssey他的價格 一直非常的昂貴 所以變成說 以比較平民價的話 就是以馬五我覺得是首選 對那我們也要請李先生 上車來做做看好不好 因為你之前是Match 我想我不管拿哪一台 都一定是比較大了對不對 但是因為七人座 你第三排不一定要用 來來來我們請上車 然後把另外一邊的滑門也打開來 你會發現到滑門真的很方便 因為上下車他也有個小扶手讓你上去 空間怎麼樣啊 感覺還蠻大的 可是這樣看起來好像只有兩個座位 那你看你還有桌子耶 對喔 有這個像 頭等艙的餐桌椅 Coffee Tea or 小赫 幫你送餐這樣 這算方便啦 那目前看到它是四座 它也可以改變成五座 甚至六座 甚至到七人座 所以他現在看到 肉眼看到的是四個座椅 沒錯 那我們下來來變化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把這個收起來 很簡單 小赫到另外一邊 連我也可以操作嗎 剛剛我簡單的學了一下 就這樣子一拉 先把這個拉起來 然後把這個 這個放到我這來 對 然後這個再放過來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放過來就可以 這個要放過來 對 這樣就變五座了 對 這樣第一個就變五座 對 如果我想要載很多很多東西的話 我剛剛那樣的弄法 可以把它整個平整化 可以 對沒有錯 就直接拉 然後就 這個就收起來了 然後 承起來 很平整 第三排的話 也可以收 第三排會不會很難收 也是從後面那裡操作 不會也是一樣 一隻手 平耶 平了平了 你看你看 你要搬家也可以 下次我要搬家 可不可以幫我摘一下東西 沒問題 所以如果我現在是需要 第三排的空間 有需要坐人的話 我就再把它立起來 然後如果是第二排 其實四座大家坐得比較舒服 就四座 然後我也可以五人坐 把中間都放下來 變化還蠻多的 這算是聰明的變化 但你是不是要發動一下 通常我們買中古車 發動是稍微聽一下 引擎作動的狀況 主要還是要出去試車 一觸即發 不過也不老 2012年的車 如果沒有一觸即發 那就別看了對不對 好感受一下 調一下你的坐姿 就是想像在開它的感覺 是不錯 我們停路了 我們現在出去開車 好我們熄火來下來 目前看的狀況 大概都還算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有沒有頭期所好 來來我們回到位子上 OK力號稱他是做足了功課 他說車子值多少錢呢 他心裡頭聊天 他大概猜得到價格 如果以你現在的狀況來講的話 多少錢你是會願意買的 因為之前有做過功課 大概剛才說這台車是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的 我知道好像福特一台雙升車 叫IMAX IMAX我那個時候大概看 我記得二手車價大概是落在三十二到三十五之間 可是就我所瞭解台灣消費者的這個 習性跟這個二手車商的價錢 應該有息息相關 所以如果要這台車我估起來 大概加個五萬好了 大概四十萬左右 四十萬左右 哇這個人有憶恨 很角色很角色喔 那個Eddie哥你剛剛看的車況 你大概覺得抓多少錢比較 是可以合理的接收的價格 我從西友度這邊 應該是說他這個七人座 在他頂規 所以以這樣的價錢 剛剛小赫也有講過嘛 就是說在市場上其實 同資新的東西 你買新車其實貴很多 大概空間其實比較小 實驗塔可以取 但是空間小 小蠻多的 所以這個車有 在重視上有一點挺進的意味 像他是馬自達 會比福特再高一點 所以我猜價錢會接近五十萬 你覺得會接近五十萬喔 這麼給面子 小師 出錢不論其他的瑕疵 我剛剛看也沒什麼特別瑕疵 有啦 我剛剛看 還不錯啊 車還不錯 車還不錯喔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剛剛李先生猜的 還蠻準確的 可是他可能有忽略到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可能還要四十萬可能 還要再加一些些這個 車商的利潤啊 如果假設有的話 沒有人 這功課做太多了吧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投批的改款 所以其實在二手車業界來講的話 第一批是最好賣的 對 因為他是配備最足的 而且他最頂級的喔 配備最足的狀況之下 然後又是剛改款 所以你要買這款車 最便宜的就這個年份 我覺得如果我們再賣出來 應該會在五十萬左右 你會賣到五十萬喔 這樣給喔 等一下請小賀公布喔 那賀熊你的看法 我覺得的話以我看來 我大概估大概四十五萬 可是因為我剛才有考慮到 他的一個里程數 其實買一個到一二年的車了 但畢竟大概有六到八年的時間了 可能里程數是在價格上 非常唯一 比較重大的一個考量 對他可能跑十八萬的話 也許跟這位里程師講 估的大概價格會差不多 而且這個像 大概小資產講的 配備什麼都是頂級的 在中古車市場 確實比較少見 因為他新車跟我們入門款 可能是七十幾萬 可是這個頂規大概九十出頭 可是張古車在賣同年份的話 低規跟頂規 其實差不多五萬塊 這種車是我們最喜歡賣的一輛車 所以你覺得差不多落在四十五 四十五左右對不對 好來小賀 售價四十二萬八 四十二萬八 你是為了趕快促進成交是不是 沒有沒有 真的是四十二萬嗎 像那個何大哥有講到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里程數 對因為里程數偏高 他已經是跑十二萬三了 所以以中古市場來講的話 他七年車等於一年等於 將近跑快兩萬多公里 也在玩的啦 對 里程數算偏高 可是這種馬五的車 他是就是家庭用車 他就是假日 就是帶全家大小四處旅遊 就加上這台有車頂架 他也有露營裝備之類等等的 所以他就是很常偏範使用 對 所以里程數比較高 你在講的時候李先生在那裡 在那裡算喔 他一直說如果你一年開這樣一萬多 那我應該還要再殺一點喔 而且車頂架 在他心中是扣分的 因為他家是機械車位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你 你覺得還要殺多少 殺多少 四十二萬半可以接受了啦 就你跟剛剛你剛剛抓 你剛剛抓四十啦 因為我剛剛抓大概四十 所以才是 因為我那時候開估價開五十嘛 那因為我這個人也是 比較喜歡整數啦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四十萬的話 那就是可以好好考慮一下這個 記得把他照片貼在那個車行門口 就是不准進來 就目前他的考慮是 當然車子一車一況是一件事情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車有沒有符合他期待嗎 那剛剛有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有去發動一下 除了發動以外 小師你們會讓客人去開一下吧 從要開 其實出去試車主要是試幾個 第一個他會不會抓溫度 然後再來一個冷氣冷不冷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 底盤有沒有異音 換檔的銜接順不順暢 還是會有一些很不舒服的頓挫感 這些都是我們出去試車要試的 最主要的幾個大項 小哥你帶大家出去試車的時候 你會特別提醒 特別讓他注意哪些部分 基本上我都會請他特別注意底盤的部分 因為引擎以車商來講 除非他是本來就是要賣一些 有問題的車 否則車況我們基本上會 特別的去已經有篩選過 可是在底盤的部分 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 有的人會覺得偏硬 或者是覺得有窟窿聲 所以我會特別請消費者的話 特別注意 這底盤的聲音你開起來順不順 就是有沒有聽到其他的聲音 如果他都聽不出來 那代表其實對他來說是 就是在標準是OK的 其實因為每個人標準真的不一樣 有人就是坐上去 閒著閒著閒著 但有時候閒貨才是買貨人 然後小赫我剛好看喔 這個車主因為 你可以說他很有愛 所以車子買不太有問題 可是你也可以說他很有愛 所以他改了一些東西 比方向裡面有一些亮亮的燈 如果說我要買車我就會扣分 那他還改了哪些地方 有沒有影響到操控的 這我就不知道 操控的部分大概是沒有改 對於外觀的部分 他做了很多的增加 比如說像是空力套件 那像是一些日行燈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車頂價之類等等 大概就是對於改裝 然後再來卡鉗跟避震 還有鋁圈他都改掉 當然這個對我們中古車上來講 他是非常扣分 所以因為這樣子 他的價格相對也會比較便宜 你這個講話很小心 是收的價格相對比較便宜 賣的價格也沒有相對比較便宜 這個是收的時候可以跟他殺對不對 是嗎 所以我們之前都聊過了 就把那個改裝品改回原廠 對不對 全部原廠Look你好賣 對啊 然後車主還可以搬回家賣人 對不對 如果車主沒有搬回家賣人 就車商自己再賣人 所以把改裝這件事情 你要說要好還不好 要看買貨就是也要試貨的人 對不對 會閒的人才是真正最會買的人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截然不同的歐系操控 我們今天這兩台車 spylight下去都很漂亮 但是其中一台是有雷的 休息一下我們來看看 截然不同的歐系操控 這台VOLVO的V50 D4 車架怎麼樣 等一下討論